欢迎两位 男朋友 大家好 对 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上班的时候认识的 在佛林上班 你在 服装店 你在服装店 去那儿吃饭认识他 还是他去那儿买服装 我在那儿卖服装 然后他去我店里买衣服 然后我俩才认识的 谁追的谁呢 我最低头 当时我就是去到店里买衣服 买衣服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小屋呢 那挺好的 我就加个微信 没啥事呢 我就聊聊天呗 过了时间以后呢 我就跟他乱说 我说没啥事 你下面是出来 一起溜溜溜溜 一起吃个饭啥的 就这样是 我就有点喜悦上到的 我跟他处的对象 处了多久了 姑娘 我俩处了一年半 一年半 对 小片里说你快疯了 对呀 因为他平时管得我特别严 现在我的自由 什么事都得跟他讲 就是然后还看我的意思 然后因为一点小事 就不分茶盒 就跟我大声喊 而且特别小心眼 不成熟 特别不靠谱 这个人 咱们是先说不靠谱 还是先说小心眼 还是说管你 咱们一口气 说了这么多缺点 就是我俩刚在一起 一个多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俩刚发了工资 然后他说去存钱 我说那你也帮我 把钱存一下 然后正好当时 我比较忙 然后我说你存完之后 然后回来给我转那 然后他说行 后来他存完之后 我说你把钱给我转过来吧 他跟我说他要借 我说这个钱吧 我一个礼拜之后 要用 特别着急 你当时你必须得还给我 我才能借给你 然后他也答应我了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 他不这样说了 他说那个 他把他钱借给朋友了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那个这件事是这样的事 那个就是发工资前两天前 我朋友给我打电话 给我借钱 当时我手里没有钱 我说等过两天开工资 我再借你 反正那个发工资那天 我去存钱去了 我朋友还给我打电话 非吹我用这个钱 反正我就给他转过了 转完以后呢 我就回店里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钱 你先借我 反正他说这个钱 下转着急用 你下转就得还我 我说行 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 我就说 你这钱下转你得还我 因为我都让他找急用 过了几天以后呢 我再打电话 他不接电话了 电话就不接了 那我行上 我是不是被坑了 晚上我就挺闹心的 晚上结果就跟他 说了死话 他也不相信我说这话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催你还我钱 你才跟我说 借给你朋友了 后来这钱还了吗 后来还我了 当时我是着急用嘛 因为我要给我妈 就是看病 我也需要钱 当时我只是让他 帮我存一下钱 结果我这个钱 就已经没了 我知道谁惹谁了呀 我也是被我朋友 给我坑的嘛 现在我也没有找出来 要说姑娘 也认识一个人没多久 你就把钱 让别人存这事 你也有责任 以后涨点心吧 你告诉我 这钱还没还 这个钱最后是还了 但是后来他那个 把那个转案纪录 他也给删了 他说借给他朋友 谁相信呢 他要是心里没鬼 为什么把转案纪录 也删了呀 这个是个特别可疑啊 不是那个 那我习惯硬你 三转案纪录 更爱好我 那找去了 但是我觉得 你要心里没有鬼 没有骗我 你不可能要删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你不想赢我呀 他不管了 他刷还不算数呢 因为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主动追着我 他也跟我主动说 他不抽烟几个事 但是现在不是了 他逼着我抽烟 而且不告诉我 那个这就是这样的事情 他是说不让我抽烟 但是我没抽 后来我跟他说我抽烟 他同意了 他同意我抽不掉 我那奶是同意了 我当时说的气话 因为他就说 他要抽烟 然后他跟我磨叽了 好半天 磨叽了半个小时 当时我就说 那你滚出去抽烟吧 然后结果他真的去了 我觉得存心气我那个人 但是我 我刷到说这真话 还是气话 停 你认识人家的时候 你是抽烟还不抽烟 抽烟 认识我的抽烟 后来他主动追我的 那不是你骗人家吗 我说我答应他 我是不抽的 那你答应我 你没做到啊 那后来我不说我抽烟 我不是跟你说 你同意了吗 对不 那个不是我同意 当时我说的气话 你不知道 我们看不出来吗 我老知道 是气话还是不气话 他不光说话不算数 他还特别小心眼 你知道吗 我在店里边上班 他没事总去店里边 然后找我去 有一次看见 我跟那个男同事 在那聊天 然后他进去 直接不乐意了 当着男同事的面 就一直问我 跟他聊了些什么 你们干啥 留那么开心 我好奇 我问一下啥子了 那你好奇 你不能当着 我男同事的面啊 当时店里边 还有顾客 你看我多尴尬 人家在背后 我肯定会 指指点点地说我 那个那我背后 跟你说你不告诉我呀 他就这样 我跟男同事接触 跟人家说话聊天 他都不让 管得我特别厉害 为啥呀 因为我喜欢他 我不想让他跟男的 有接触 我硬和联系啊 说个话又啥呀 那我就想问问他 他为啥不告诉我呢 那你问你分场合啊 哥 太逗了这孩子你说啊 特别小心眼 他一次那个 也是在店里边 我要跟那个男同事 要去取一批衣服 因为当时吧 那个顾客挺着急要的 又没有人跟我们送过来 衣服也挺多的 然后第二天 我要跟那个同事 一起去求衣服 当时回家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跟他说这个事 他当时就不乐意 怎么就你跟那个男同事 一起去呢 然后我跟他我就解释 我说那个跟我一起去的 还有女同事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 那有什么问题 这很正常啊 工作当中 对吧 他不这样想 就认为我跟那男同事 是要单独在一起 或者怎么样的 就这样 那天我休息一时 我行事我就没上事 我就跟你们去呗 我还能帮你们干干活上去 那个顺便还能多陪陪你 对不 你可拉倒了 你哪是帮我干活了 我们三个下去干活 你是在车里坐着呢 好不好 你根本就没下去 那我可车里坐 我就扛个车呗 万一我怕这个车丢了 怎么有体验条上去 对不 爸 我再听明白了 他就是小心点 就是看着我 等于他那天跟你去了是吧 对呀 然后我们把衣服拿下来之后 那时候当时后面下不放不下吗 然后本来计划 我们三个人去的 然后衣服可以放在那个空座上 结果他去了 没有地方了 我们三个人只能抱着衣服 然后就是一路上也挺尴尬的 也没说话 然后感觉特别没面了 他怎么这样 那天是放假呀 还是特别去的呀 那天我休息 那天我休息 我咋去的 那你相信他吗 陶叔叔我就是靠着这个 你相信他吗 我有点不相信 那你不就是看着了 他不相信我 对 然后在家聊天他也不让 就是我手机要响了 我都没去看他第一时间他再先去看的 看我跟人聊了什么 然后你聊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就跟谁聊天了 就这样 那个还有件事就是那个 你先把这件事给我说清楚 是还是不是 是 是 他善我好友他 经过就是不趁我不注意 善我好友 有 我不想要跟男的有联系啊 所以我才善我大家好友嘛 你凭什么这么做呀 这是我的隐私 这是我的自由 那我不想呢 你不想就行了吗 那我还不想让你管着我呢 你是我女朋友 那我在乎你管着你找的了 那你管着我你为什么要善我好友啊 那我看着我不得劲我就给善了 不是那个有什么不得劲的你就善了呢 怎么不得劲的呀 兄弟 我看着闹心呢 那这个男的我看着闹心呢 只要他手机里面是男人的头像 你都闹心是吧 对 那你删我好友 你不能告诉我们 经我同意 咱俩商量啊 再说那个也不是男的 他是我闺蜜啊 不是 他就跟删了 那个就算是你闺蜜 那怎么用你男的你头像呢 那人家乐意呀 你管呢 你管得也太多了吧 所以他是不分的 只要是男的你头像 他就 对 现在我微信里边 一个男的都没有 认识基础有 我正常的社交关系可以吧 我正常我卖服装 对我拿的顾客 我们就是维护客户关系 这也不行 就什么都不行 我的眼里就是 有男的就不行 那个那是行 那你俩不打电话呢 那为啥老聊微信呢 我习惯呢 像你说的 人家微信聊天方便呢 非什么打电话呀 那都是歪意 我问我问 你的微信里面 有女的头像吗 有 删了 我让他看他不看 我从来不会去看他手机 他不看我手机 对 你干嘛要跟女的聊天啊 那你呢 那个那我呢 我就是那个挺好的朋友 我 我也是挺好的朋友 你平常这么做 你平常管着我呀 你怎么这么自私呢 但是我赞 那是平等的 你干嘛要这么做呀 我赞你 我才管着你呀 行行行 对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就是我发小嘛 然后我们俩一起长大的 然后结果嘛 他看着不顺眼 就让我把人删了 然后那个 男的女的 男的 就是从小就玩到大 从三岁开始玩到大的 然后他就让我催我 让我给你删了 然后给我摸一老半天 然后最后我给他删了 但是后来有事儿 然后我又给他加回来了 然后他知道了 特别不乐意 直接上我店里边去了 跟我吵 跟我闹 当时顾客 然后同事 特别多的人 公开场合就闹 对呀 就是所有的部分场合 对工厂 你看我同事 谷歌怎么想啊 说我怎么怎么地了 在生活不见你 说说你和小巴 你怎么想啊 不是 那个 那你说你这事儿 自己说得对吗 那个你当中你答应我 你自己都扫了 完事你又给他加回来了 让我知道了 你答应人家不抽烟了 后来你又抽上烟了 那咋整啊 他同意的 我同意的 我没同意啊 我没同意当时 问他导演我了 你同意他抽烟了吗 没有 没有 你不导演我 你看这儿 对不 来 小伙子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去人单位闹 重点不在于同不同意 而在于你为什么 去单位闹 我私家跟他说 他不告诉我 那个是我从小到大的 那个朋友 而且他也有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 我也都认识 我们两个之间 也不可能有什么事啊 然后他就非常 特别不乐意 这个确实我觉得 一个女生碰到 这么一个男生 确实也会疯掉 他对你好啊 他对我 平时还挺好的 但是就是管得太严了 就是管得太严 一点自由都没有 他因为小事的 不分场合 这跟我吵啊 有一次我下班了 回家 然后他去接我 然后朋友 给他打电话 说请他吃饭 非要带我一起去 我说我就不去了 然后那个你朋友 也都是男的 也没有话题聊 挺尴尬的 然后他非得让我去 我不去嘛 然后他急了 在马路上就给我看 当时下班嘛 都是高峰期 那多少人 看着我们呢 感觉特别没有面子 不是 那个那时候 我朋友的过程上 给我打电话 那个严谨说 都在自己对象上去吃饭 完你不跟我去 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 完事 假如你要是不去的情况下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的情况下 那个我朋友的怎么说我呀 我这脸往哪放啊 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 当时多丢人呢 我喜欢人你不听不着吗 他总是这样 对过 一点小事 然后就跟我吵 你喜欢他吗 刚开始喜欢他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 你跟他提过分手 他限制我人生自由 我提过呀 我今天来就是跟他分手了 他就是不共分手 你以前提过分手吗 以前提过 他让你分吗 他不让啊 就死神汗打 你觉得自己给粘上了 对 那当然我喜欢他 不是 你觉得这管用吗 管用 管用啊 就是他逃到天涯海角 你都追什么 对 那你这不就无赖吗 小朋友 不是 那我喜欢 人家不喜欢你啊 你那是借口 那不是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我喜欢他啊 那有什么用啊 行了 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看女生讲的时候 其实也挺欢喜的 好好享受其中 虽然嘴里说 都要跟他分手是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你喜欢林志玲吗 我 也喜欢他 也喜欢 那林志玲不喜欢你啊 你能去追他吗 那不能啊 那为什么你可以纠缠 你现在这个女朋友呢 我喜欢他啊 你不是也喜欢林志玲吗 不能吧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你去纠缠林志玲 林志玲会报警 嗯 对吗 所以你先要转变一下 你的思想 你现在一直活在 自己的道理体系当中 就你什么事 你都有你自己的道理 就是我们在说 什么事的时候 你都 我是这样啊 所以我有理啊 不是这样的小伙子啊 首先 你特别能降 什么事你都可以找到 你占理的地方 我就今天跟你交个针 就他那笔钱 你删除银行转账记录 你说你个人爱好对吗 对 你确定你借给你朋友了对吗 我确定 我现在就去拉银行流水 去银行拉 节目播出的时候 这个账单会出现在屏幕下方 你敢不敢跟我交这个针 敢吗 这我不敢 所以你就自己特别有理 就不管是真的假的 我都要说成是我的 你女朋友 你现在管天管地啊 什么都要管 管她跟异性的所有接触 你这个表现 让我想起了我两岁的孩子 她就是那种 就是我的玩具 任何人都不能拿 不能碰 要离开这个玩具 一米一弯 不然我就啊 叫 你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 那我是喜欢的啊 不是 喜欢不是所有 你占有欲的借口 你喜欢你正常地 去表达你的喜欢 你把她周围的 所有的异性都删掉 然后跑到她工作的场合去闹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对 你说她如果那样做 我的脸往哪放 你那样做 她的脸往哪放啊 你考虑过吗 我私下跟她说 她不跟我说啊 私下不跟你说 你就可以到公开的场合去闹吗 那你女朋友的面子往哪放 她的隐私在哪里 她的尊严在哪里 没有 我知道 你拒绝让她和所有的异性接触 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 就像你自己说的 可是这样的表达太过于狭隘了 而且任何一个女生都没有办法接受 她是一种禁锢 虽然你没有把她绑在家里 但她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 思想上的禁锢 而当一个女性内心受到禁锢的时候 她必然会反抗 逃离 所以看也好 管也好 根本就没有用 越想抓得紧的东西 跑得越快 你放开手去拥抱 可能会获得更多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紫燕老师讲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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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信的票 自信的票 就觉得她们有证明显 她们有证明显 小程都给她们 但我可知道 我真的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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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谁来我 要不要呢 主持人 你对你 他思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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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人家也害怕 咱俩一起删 你删吗 那他说删 你怕我也能删呢 你全删吗 那不呢 那凭啥呀 所以你是什么呀 你就是以你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我怎么高兴我怎么来 你是爱他吗 是啊 我呀 这不叫爱 这叫占有 你的占有欲太强了 跟你谈恋爱就像犯人一样 我每天得被看着 我没事也得有点事出来 吓都吓死了 所以你不能把占有欲和爱相混淆 知道吗 明白 因为我们长大成人了 我们不再是孩子了 知道什么叫适度 知道什么叫距离 对吧 对 接下来其实我想说一下的是女生 我觉得今天他这样种种过分的行为啊 就是你一开始的一次次的妥协和让步 他说了很多 其实在我们看来已经有一点比较过分的行为 但是你最后都是以妥协和让步为终结 所以这就给他一个适度发展的空间 他一看 哎 其实你还挺享受的 我能用这个办法制住你 你一开始我相信他吸引你的绝对是他身上有一股 就大男人的那个劲儿嘛 女生有的时候对这个非常受用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享受其中 所以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如果你一开始标明自己的立场 标明自己的原则的话 他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 把你看得这么的死 所以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人都有问题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任何一种互动关系的结果 都是双方配合的 女生你配合了他 你迎合了他 所以才是这样 也就是说 在你们俩的亲密关系里面缺少了一个东西 这个叫尊重 你没有尊重他 女生没有尊重自己 这是最要命的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可以有不同的认识 没关系 但是我们必须彼此尊重 人家今天说 我就不想跟你谈了 那你就应该说 对不起我没有给你好的爱情 或者 我可以很自信地说 你觉得我不好 肯定还有其他的姑娘觉得我好 生活就是这样 你得多思考 你明白吗 明白 你不能老是一愣脖子 你就上了 这不行 好了 那就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真情60秒 我听了老子说的话 我都觉得有点对 对你造成伤害 其实我这么说 我是因为那个喜欢你 在乎你啊 所以我这么去做啊 但是我觉得咱俩就是相处一年多了 感情还是有的 但是你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应该是开心的 如果像咱俩 就是总吵架 而且你总望着我 一点自由隐私都没有 我觉得这段感情还是要 那我不是在乎你吗 对不 你在乎我 但是你的爱我已经承受不了了 我有点自由都没有 我不想要知道 那因为我在乎你们啊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 其实我这么说我是喜欢的 啊 完整我才这么去做的 你做错了 你不能因为喜欢就任性 我承认 我承认我是做错的 嗯 这么做 这么做不对劲我 嗯 但是 但是我 我要继续努力 我要把它追回来 啊 好 你只要不纠缠人就行 好吗 对 好的 谢谢你啊 请回 好 好 谢谢